但跌下去最底的时候就会倒转,人们会很害怕,觉得现在万一是很贵,不应该去买的 其实如果看整个牛市,这是一个典型的牛市和熊市的周期 通常在牛市升市的时候分为五个阶段 开始的时候牛市可以当第一期,开始升的时候会回一回,第三浪再升回一回,然后会上到顶 在最顶,其实我想大家都经历过,就是最疯狂的时候,跟着之后再ABC落下来 指数,或者不同的走势,每次都不同,但是我们看一点就是大部分投资者的心态,包括了你们身边所有的朋友都相似 所以有时候我们做分析的时候,当然公司的业绩我们要看,但是我们更加要看的就是你身边所有的朋友,如何去看那个事 我说牛市就不说了,这个时候通常去到第五浪的时候,通常会怎么样,大家记得 07年去到8月,9月,10月的时候,很乐观,不停是这样,分身,很多烈口这样升 跟着之后都跌下去的时候,通常整个熊市的点数未必是等于这个,但是心态很类似的 如果下次熊市的时候,你想看熊市第几期呢,你看看身边的人怎么想就行了 第一点,开始第一次跌的时候,那些人会觉得是乐观的心态 因为它会比牛市还在分逃,譬如在07年11,12月的时候,很多人都觉得只是一个调整 未是一个熊市的开始的,这个就是熊市第一期的心态了 第二,跟着会弹上来,开始有些省会会沽自己的蟹货了,即是在去年大约3月至5月的时候 然后呢,你会发觉有一个很大的反弹,弹了整六千多点,其实挺厉害的了 那个升幅是,那个时候呢,投资者开始犹豫,你会发觉身边的人呢,有些是一半半的 有些是,如果你是这样的情况的话,那个就是熊市 其实每一次熊市都有一个很大的反弹,历史差不多每次都是 而在历史上,你看很多不同的市场的升幅 最大的升幅的percentage,都是发生在熊市的很多时候 然后第三,这个就是心肤意冷,就是我们终极一跌,或者终极两跌三跌,N跌的情况 去到这个时候,大家的心态会很悲观,成交量会去到新低,这个是 然后我们想都不想的了,其实现在呢,我们在很明显之间,我们在熊市的阶段 究竟熊市,什么时候才出了牛市呢? 在这个时候,我不知道那个指数是多少,也都不知道有哪一日,哪一年,哪一月 但是,那个心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如果这些心态出现了的话呢 有机会就是熊市转到牛市了,因为始终市场是由人的心态去决定的 第一点,不会相信牛市是重临的 在牛市出现的时候,大家都不相信 即是在03年4月,那人SARS最低,4月26号 接着其实已经回到牛市 03年中的时候,没有人相信牛市回来的 第二,在熊市的尾段,会带来不停沽货,气软失货的感觉 成交额开始跌到新低,每次有一有动力升上去的时候,都会跌下去 其实刚才,我们看过三个阶段 我们逐个阶段看一下,现在究竟人的心态在哪里 如果在熊市最后的尾段的心态,那些人会经常问 没有眼看,不知道为什么会跌,不相信 你想想,如果在去年10月的时候,大家分析就是 不知道为什么会跌这么多,一个月跌一万点 还有,别再提鼓票了,很多人 还有,那些人会越鼓越低,低处未算低 这个我们就是平均施浪的心态 那现在,如果再去到牛市 其实那些人的心态会是怎样的呢? 留意一下 第一,多数人会反转看,那市是怎么都未跌完 还有很多人,不会相信那市是已经打入了牛市 但每次牛市,开始的时候都是这样的 这么多坏消息,很多坏消息,在牛市开头的时候 升少少,肯定跌回来 还有,他很多人都说,今次反弹,一定要走了 那些人都会估,今次,即使跌的话 应该会穿上次低位 还有,误了一个旁观者好过 因为他曾经化了毒势,一世都不会再买股票 有没有发过?去年 如果越多人,有 如果越多人发这些小事,那些熊市越接近底 通常牛市开头的阶段,会有一个很大的回调 很多次都是这样的 而回调,回多少我们都不知道 但是回的心态是怎样呢? 会是,之前升了的,那么快又跌回来 还有呢,你看到报章,上过的评论都说,熊市未完 因为还有很多坏消息 比如你看过去上次的牛市,第一期 03年4月,记不记得? 升到04年1月的时候,升了很多 然后跌回来很多 当时的H股指数,比如在03年底,1800点 04年头升到5000多,然后跌回来 那时候很多人呢,04年头是觉得 熊市其实未完 就是香港会被上海取代的那些言论 但是,开始分开两批了 有批人呢,会觉得是入货的好时机了 还有,千万不要跌穿上次的底 还有最多人猜的呢,就是根本猜不到 这个时候是,那究竟现在是C浪,就是熊市的尾段 或者是牛市的一期,二期呢? 明年华尼迟 好了,我讲到这里了,好,谢谢 在2007年和2008年的金融海啸里面 我相信很多投资者都会经历过很重大的损失 有些可能都输了大半身家都挺惨的 其实在每次跌市里面呢,有两方面的原因 会令到我们输钱的 首先可能是自己一些分析上高的错误 例如可能你看错了股市 例如明明选错了股票 或者可能看错了升跌 而另外一个经常犯的错误 就是自己投资的心态 就好像在刚才的游戏里面 很多人错的原因都不是分析错了 只不过是一个心态上高的误拘 那在未来的2009年和2001年里面 究竟未来的市场是升,只是跌 什么时候是牛,什么时候是熊 我想现在当然未必知道 但在未来的日子 我想大家千万不要再犯 投资上的心理错误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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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